生酮蛋白杏仁條 Hello 大家好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一個生酮蛋白杏仁條 如果你不需要加朱古力 只需要三種材料 這個二造又好吃的杏仁條 是我非常推介的 別等了 預備材料我們一起做吧 材料有 杏仁粉66克 尺棗糖醇30克 蛋白70克 朱古力外層要預備 無糖朱古力粒 無糖白朱古力粒 和一些杏仁碎 首先將蛋白用打蛋器大致挺身 蛋白最好用凍的 因為打出來的蛋白泡沫會比較穩定 將尺棗糖醇分兩次加入 如果沒有尺棗糖醇 大家可以用羅漢果糖 或者甜葉菊代替 以上這三種糖 都不會影響升糖指數 小醬吸收到血液 由腎完全排出 將蛋白打到這個狀態就可以了 將杏仁粉過篩 然後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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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花咀可以用圓形的擠花咀 如果沒有 可以在尖位剪一個大約 0.8cm直徑的圓形 然後將棉糊 擠出大約12cm的長方形條 這份量的棉糊 大約可以做到20條杏仁條 擠花的手要垂直 用力要平均 這個杏仁條焗完之後 已經有好香的杏仁味 如果不加朱古力的話 焗完之後 攪冷便可以吃 預熱焗爐至180度 用180度焗12分鐘至金黃色 將無糖朱古力粒放在熱水兜上 看到朱古力溶了大半 就可以用匙羹攪拌均勻 然後將放涼的杏仁棒加上朱古力 朱古力塗一面 底部不用塗 因為塗一面會容易封乾和擺放 塗完朱古力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上杏仁碎做裝飾了 將剩餘的朱古力醬放入花袋裡 然後就你的個人喜好 支出不同的花紋 嗯 等朱古力干了就能吃 这个生铜杏仁条真是超好吃的 无论自己吃或送给朋友都一样开心 喜欢吃东西的你就快点订阅我 多谢收看,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